哈囉我是阿滴 我是滴媽 今天又來到我們阿滴廚藝挑戰系列 跟滴媽學習他的拿手料理第三集 對 我們前面學了豆角嘛 滑蛋蝦仁嘛 今天我們來學紅派海鮮粥 我跟大家講 煮海鮮是我的強項 強項 而且今天特別喔 我們這一集第三集 有合作廠商 感謝農委會喔 這是我的努力感動的蒼天 對 情人捕捉的這個想要學習料理這個上記的心情 對 他們看到了 想要跟我合作 好所以今天我們說海鮮的食材呢 都是在農委會的電商品牌上面買的 而且這次的合作我覺得也很有意義 是因為我們在推廣台灣在地新鮮的食材 那首先呢我們先回到三天前的阿滴 哈囉我是三天前的阿滴一 我們現在一起來買海鮮粥用的材料啊 好首先我們來到農委會的官方網站 我看一下它是說電商品牌這邊的水產 因為海鮮粥嘛 它推薦的是 漁夫鮮撈 無毒農 跟優活 農村 因為這三家好像最近有 折扣有優惠 我們來看看其中一個 這個漁夫鮮撈 它是 國產滿 五百塊 折一百塊 哇等於是 打八折耶 好 滿划算的 海鮮粥的話 我們要 魚肚 魚肚 無刺魚肚可以 應該完整的蝦子會比較好 玻璃大白蝦 魷魚圈 這個直接買來 好不用處理 OK現在就已經滿五百了 所以折扣掉一百之後 總金額只要四六八 那我們現在把時間還給烹飪的現場 好的食材在三天後送達到我們第一家的廚房 我們來開箱一下 好的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 有我們的便利魷魚圈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 虱目魚 還有最後是我們的甜蝦 活力大白蝦 大白蝦 這個 媽媽妳是不是 前一天已經先拿出來解凍過了 對 它必須要先解凍才可以料理啊 但是我覺得這個真的很好 因為它來的時候它包裝得非常的完整 嗯 好那我們來開始吧 蔥 然後芹菜 飯是一定要的 然後有一點魚板 然後這是今天的主角 蝦 虱目魚 魷魚圈 這次的步驟會很複雜嗎 這次的備料簡直就是太幸福了 因為我不需要大條光 小條光的去市場人幾人啊 因為現在 現在就是直接網購 然後它就送到家裡了 拿出來就可以料理了 這是一個懶人料理法 所以先切蔥 對 這個部分我之前有教你了嘛 很簡單啦可以啦 好 那就留一部分給你囉 好那這是芹菜一樣 海鮮粥呢我覺得芹菜就是它的靈魂 OK 我非常非常的喜歡海鮮粥 裡面有芹菜的感覺 我每一口都有芹菜的 所以我會稍微用個煮一點多一點 不好意思 你們不能在這邊 不好意思 你們這樣子看到 就怎麼樣子 不是我第一次 我第一次參與到 這個料理小廚房的 第一集 你們先去別的地方 我好奇寶寶 走開走開走開 我們今天最主要就是 不要像上次的華蛋蝦仁 不做太多 我們今天就是很簡單 都用小火就可以完成了 現在第一個要做的呢 就是教阿滴怎麼樣處理蝦 我們第一個呢 就是先把蝦頭剪掉 然後這個呢 就是一二三第三節 進去 然後就會把它抽出來 霓藏 你也抽太快了吧 它這個蝦真的是非常新鮮 你一勾你就知道 那個很彈牙的 第三節進去 真的耶 看到了 它就會有出來 一二三第三節 放進去以後呢 直接把它拉出來 它就會有霓藏 對 我們現在要來剝蝦殼 剝蝦殼 吃的人會比較方便 就是這樣 你可以留著尾巴 它就會很漂亮 剝蝦我會啦 不用教吧 這真的是蠻新鮮的 你看剝完以後 很漂亮吧 其實我可以教大家一下 如果你要料理 比較好看的話呢 你這邊中間可以把它切一下 就是可以把它片一下 它就會變得很漂亮的 就是它煮起來的時候 對它煮起來的時候 會變很漂亮 會變鳳尾蝦的感覺 這個蝦已經處理好了 來就先來放旁邊 那因為我們今天 煮了份量比較少嘛 然後我們就是取旁邊的部分 我們可以節省一點材料 這樣就好囉 配料備好了 要開始囉 我們要開火 好 反正料理嘛 所以也不要教大家太複雜了 我們今天就 剛開始都用小火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先下 我今天是用香油 好 OK 好了以後我們就先下 我們的蔥 蔥花 讓它爆香一下 對 讓它有點鮮味道 哇好香喔 用香油的味 下去炒的 就會很香 好 來我們就是要先下 一下子就好了齁 你聞到那個味道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把我們的東西先下來 海產要稍微還是要煎一下 就味它的香味就會更明顯 好 我們就煮到 稍微煎一下 然後你有聞到那個味道 蝦子也稍微變色 好 這樣就可以囉 OK 那我們現在要下水囉 你聞到味道了嗎 有 很香的味道對吧 然後就下 水 跟飯 好 這樣大概是 一碗飯 粉 一點點 一點點 二分之一十就好了 因為這個本身就有甜味了 我們海產粥最主要的就是要求的是 就是粒粒分明 也不要把海產煮的整個就勾掉了 好 然後呢 這個最重要的 紅蔥酥 做台灣的海鮮粥一定要有這一味 好 我要下了喔 然後最後最後呢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一定要下一點酒 好 好 這個時候芹菜就是要全部的把它下下去 好 你看 哇這個蝦子好漂亮 嗯 對不對 這個顏色很漂亮 OK 好 就這樣子 好公手交換 改我了 這一次我覺得整體看下來沒有太困難的地方耶 嗯 對不對 也算是一個簡易的料理 因為我只要備料沒有出差錯 對 飯的量 水的量 酒的量 都還反直觀的 對 這個在第三級的地方插進去 喔 欸 不錯不錯 第一次做的挺好的 OK 就是按照這個 嗚呼 這個還蠻爽的 喔 厲害 這個很大一顆喔 喔 OK 哇 每一個都完美 厲害 再來就是 薄紗 哇 哇 哇 你第一次就做高級的刀工耶 好 你看 有切開來 好 再來 欸 欸 我好像忘記切蔥 這是它蔥跟那個芹菜 好 我的備料完成了 開小火 然後 先加一點 香油 對 OK 然後再來是 欸 魚板不用 把料都下下去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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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記加蔥了 等一下 我忘記加蔥了 等一下 應該是先加蔥才對 啊 可以的 沒有關係 我們就來個料理 好 再來加水 OK 然後最後是我們的魚板 魚板加進去 欸 調味料是現在放嗎 調味料 調味料 然後是現在放 加個 加個0.5匙的鹽巴 嗯 好 還有一些 胡椒粉 對 然後再來 把米飯 把米飯加進去 煮粥好像還蠻輕鬆的 對 它不會有太大的狀況 蠻好煮 蠻溫和的 對阿蠻溫和的 對對對我覺得是溫和這個字 對 紅蔥 紅蔥酥 然後最後我們的青菜 我覺得今天這道有機會 讓大家吃不出來差別 哇 热烈煮的 海產粥已經完成了耶 滴媽的海鮮粥 跟阿滴的海鮮粥 滴媽的因為放很限制 所以 它的飯比較吸水 對 它吸飽了 對 我的還沒吸 所以可能這個也要放一陣子 然後再讓大家試吃 對 這樣就會看不出來 對 對 她好像會有很天才的方式 對 對 對 這樣子 它就會分不出來 對 你是多想要她睡沙發 來喔 上菜喔 來喔 上菜了 而且這次我跟妳講 滴妹也一起來 好不好 來判斷一下 哪一個是 媽媽煮的 哪一個是 哥哥煮的 你有想法了嗎 我有想法了 好 滴爸 滴妹 我根據我聞的結果 是 我認為是這一碗 是媽媽的 對 因為這一碗比較香 看 想說 如果是媽媽的心思的話 會不會比較細膩 就會把它擺得比較漂亮 看不出來 嘿 怎麼說趕快吃啊 趕快吃味道味道 對 先吃吃看 這很澎湃耶 這料也太多了吧 真的 哇 這一碗要賣多少 這個不想當作 在外面 我們自己煮的就是可以 想做它多少就加多少 好吃 嗯 很香 處理得很乾淨有沒有 真的 有把那個 抽出來 對 我們很費工的 我們學了最厲害的刀工 這個我給高分 給高分 欸這個夾子 不用自己手剝耶 我們等會一碗 我們可以交換 交換吃到 那個感覺 我們來換吃魚 我覺得今天勝負難分 有可能 我們史上第一次 他們會沒有辦法選出來 滴媽煮的是哪一碗 對 對 這次阿滴煮的實在是 太完美的料理複製了 對 我覺得兩個都很香 這是鱿魚 兩個都很香 很難的這一次 這次很難 哈哈 這次難了 這下是要拆的就是 對來 你們都吃了這麼多 我覺得滴妹吃了有點太開心了 用料理真的很簡單 你如果看影片的話 你自己都會做了 沒關係 哥哥學了 哥哥賺給我吃 啊 請問 哪一碗 是 滴媽煮的 3 2 1 2 2個人都選這碗 這碗是我煮的 啊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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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較淡一點 對 這個比較淡 這個明顯 這個好像比較鮮 那個鮮味比較出來一點 可能是因為我的鹽巴加的比較多 單純是因為這樣 爸爸有沒有什麼話要說 這次食材真的都非常新鮮 對 包括很貼心的把蝦都處理好 然後虱目魚又是五次的 對 整個真的就是整體的味道都很鮮 就是整體的它那個鮮感 它比較突出 這個真的太淡了一點 太淡了一點 爸爸你完全沒有要提這碗講話的意思耶 你知道這是媽媽煮的嗎 你待會今天晚上是 那個 我剛剛講什麼我忘了 哈哈哈哈 我還蠻期待的耶 這到底到底會 會是什麼味道 我們自己吃看看 我們還沒吃過 我們自己吃看看 我們來翻一下 我們來吃吃看 它是蝦的部分 然後 虱目魚的部分 這些都很漂亮 都煮得很漂亮 我們辯認的方式是魚板 媽媽的魚板有切板 我故意不切板 我現在這樣講 其實是我忘記切板 哈哈哈哈 跟媽媽賣的 跟媽媽一樣耶 你知道我很驚訝 因為 我們剛剛說我白開水下去喔 嗯 它不是什麼高湯 對 或清湯下去 是白開水 很鮮甜耶 我們交換一下 嗯 我知道 因為你們兩個人就是 眾口會派 對 所以我們會 這個是真的 比較鹹一點 比較鹹一點 那個就像剛剛葛兒講的 那個 鹹味可以提升那個鮮味出來 對 如果鮮味 鮮味比較重一點的話 感覺會比較好下飯 你是要在 多dance媽媽的那一碗 有意思嗎 欸我剛說的 哈哈哈哈哈哈 這食譜真的很讚 我覺得好像 媽媽的蝦比較好吃 嗯 有嗎蝦子有差嗎 更新鮮 更彈加一點 所有 有有有有有有有 我好像 我好像炒比較久對不對 對 我覺得混的時間也比較久 我覺得懶人料理的精髓就是這樣 是說 你在中間有一些偏差 不會太影響最後的口味 所以這道粥 按照我們剛剛的步驟 任何人都可以做得出來這味道 我覺得其實很好吃 外面餐廳水準的味道 還有一個差別就是我 後來我有加一點點酒 啊對 我忘記它久了 提高那個鮮味 因為我的調味是比較淡的 它可以把它再提高它的鮮味 好的 那就今天我們第三集 終於阿提塔拜迪麻了 那最後也是非常感謝農委會這次跟我們合作 我們的食材都是在他們的電商平台上面買到的 我自己使用下來真的覺得非常方便 因為我是禮拜四訂的 然後禮拜六的早上就收到了 重點是它包裝來的時候是非常完整 很方便料理 有定期的優惠 像我們這次買的就是500塊錢 就直接折100 所以大家如果有買海鮮需求的話呢 可以去參考一下農委會的這個電商平台 那他們還有另外一個活動是每週四晚上的八點 會準時推出新的好康商品 可能會有搭配的優惠啊等等 所以大家也可以趁著這個時間去搶優惠 那我會把這個網站連結放在影片的更多資訊 好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期待我們還有第四集 還可以煮出什麼料理 我們可以每一天都有一天小進步 每支影片都有一天小進步 阿滴會煮的菜就越來越多了 對 然後我們年底希望看是不是他可以煮 他屬於的每一道菜 我們當年月飯 好不好 對 然後最後給阿滴吃 給阿滴吃 阿滴吃吃看 吃吃看 吃吃看誰煮的 那我煮的喔 這是你煮的 不夠鹹 阿滴也覺得不夠鹹 阿滴也是重口味的 我是不是說要加鹽 全家都重口味 全部都是從阿滴基因 沒有 遺傳來的 我們重口味愛吃鹹 愛吃甜 都是阿滴給我們的 哈哈哈哈 傳家之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